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独立事件 那么何谓独立事件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如果说的话呢 AB是两个任意的事件 那么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刚好是等于PA 或者是把它颠倒过来 我们就称A跟B这两件事件是独立的 如果它不是独立的 那就是相依的事件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点小小的解释 这个的话呢条件几率 如果同学的话呢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我们把条件几率的公式列给各位同学看 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我们的话呢根据条件几率的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PB分支PA交集B 假设它只等于PA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定义的话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简单的 让同学的话呢 判断事件是否独立的一个定理 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这边乘过去 于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 如果说A交集B的几率等于PA 乘以PB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来判别 A跟B到底是不是独立 如果相等就是独立 如果不相等就不独立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题来看看 来我们看看下面的例题 扑克牌的例题 扑克牌说啊 他现在来看是抽了以后再放回 那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 A是抽第一张是K的几率 B的话呢是抽取第二张是K的几率 问AB事件是否相互关系 是不是独立 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话呢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是 这是抽出后放回 好放回的情况 PA是多少 大家的话呢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说是52张牌里面有四张是K 那么PA的话的几率是 五十二分之四 也就是十三分之一 那么B呢 B是抽取第二张是老K 那么非常明显的 它是因为抽后又放回 所以第二张跟第一张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PB是多少 它也是一样 是十三分之一 那么P A交集B是什么意思 A交集B的话呢是第一张抽了是老K 放回去第二张抽了还是老K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完全一样是十三分之一 乘以十三分之一 所以的话呢 P A交集B 根据这样子的数字 我们可以非常的明显的看出 A B事件 它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 来介绍一个不是独立的 不是独立的话呢 是抽取后不放回 来我们来看看 不放回是什么情况 不放回的话呢 P A是第一张抽到老K的几率 P A我们还OK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就直接写了 它是十三分之一 现在的话呢 第二张是抽到老K的话呢 这个算法就不太一样了 第二张的话呢 因为它已经抽到了老K了 所以它只剩下了三张K 那么P B是多少 要抽到K的几率 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的话呢 是第二张抽到K的几率 是怎么算呢 是第一张 52的话呢 它是已经抽到了K 它又 第二张只剩下了51了 它的话呢 还要抽到K 那么就是三 还有第二种情况 它第一个 它没抽到K 它又抽到K 那是多少呢 52分之48 再乘上51分之4 这算出来的结果 这算出来的结果的话呢 是 仍然是 十三分之一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P A交集B是怎么算 P的话呢 A交集B是 第一张抽到老K 那是多少 52分之4 第二张又抽到老K 是51分之3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等于 十三分之一 乘上 十七分之一 A交集B跟 P A 跟P B的话呢 相乘的话呢 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以这样子的玩法来说的话呢 不放回的话呢 它是不是一个 独立事件 它是所谓的 相依事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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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